墨西哥总统潘尼亚尼托亲自召开记者会 证实独销古兹曼再次落网 绰号矮子的墨西哥头号独销古兹曼 去年7月11日钻地道脱逃 短短14年二度逃狱成功 让墨西哥政府颜面尽失 当局还祭出380万美金 约台币1.27亿的悬赏金 回顾古兹曼逃狱记录 他在1993年首度入狱后 2001年透过收满狱卒 躲在洗衣车中脱逃 整整逍遥法外13年 2014年重回大牢后 又在隔年钻地道逃亡 直到2016年1月8号二度被逮 戏剧化程度简直比电影还要精彩 报道指出古兹曼这次是在家乡住处落网 警方在接获献报后突袭 将古兹曼活歹 另外还有5名同伙遭当场击毙 身高168公分的古兹曼 数十年来靠贩毒累积庞大财富 身家达到300亿台币 连美国都恨他恨得牙痒痒 这次古兹曼终于重新被逮 也让墨西哥政府学到教训 这回真的要好好盯紧 大毒消乐 记者陈嘉玲报道 получилось 电影 冠西哥政府公司的 困西哥 papers 有限